大家好 2月4日星期日 今晚的影片少夜 因为原本没有想着今晚拍片 但是因为大球场那场球 打完美斯没有出场 群情实在太洶涌了 所以我有点看法 所以少夜都和大家谈谈这个问题 美斯最终没有出场 所以球迷当然很失望 甚至可以说鼓噪 甚至有人大夫说要回水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你想想 如果没有美斯 谁会用4800来看这一对国际迈亚物 所以美斯没有出场 一分钟半分钟都没有 对于入场去看美斯的球迷 是多么失望 事实上这宗新闻 都成为了国际新闻 这个路透社彭博 每日有报 都有报导 而且说美斯缺阵 憤怒球迷要求退款 迫瑰被嗑等等作为报导标题 例如路透社说 美斯访港三天的行程 最终以粉丝心碎作结 因为球迷没有出场 每日《邮报》都报导 说国际迈亚物的班主之一 碧涵在赛事完结之后发言 感谢香港的热烈欢迎 但是被球迷报以嗑声 并且要求退款 这些报导都说 球迷大感失望 比赛末段已经嗑声四起 全场大叫回水 纷纷怒骂是世纪骗局 赛后 场内原本打卡位的宣传品 美斯亦惨被断头 现场所见 有人以台拳道飞踢 踢走宣传版的美斯头像 事实上都真的可以说 群情汹涌 无论网上或者线下 都是讨论得沸沸扬扬 针对今天美斯没有出场 这个问题 我有几个疑问 觉得有关方面 是很应该澄清的 先说我的疑问之前 说一下今晚 打完场球之后 事件都逐有发展 有两件事都必须说一说 首先就是美斯 为什么没有出场呢 据球会方面 事后出来是开了记者会 说回情况 主教练马天奴说 美斯和苏阿雷斯都没有下场 是与医疗团队商讨之后的决定 认为如果让他们下场 就有很大的风险了 他们明白球迷非常失望 但希望球迷就原谅 马天奴的说法是这样的 美斯是有肌肉严症 他们每天都有检查影像 一直希望有好转 但情况每天持续 同一时间 由于本月底 就要开始美职联赛 所以最后他们和医疗团队都确定 不能让美斯下场 至于苏阿雷斯 就是膝头哥那里膝蓋发炎 因为在沙特阿拉伯第二场比赛的时候 因为一些碰撞 令到膝头哥那里发炎 所以今天都不能够下场 这是主教练马天奴说的 特区政府也出了一份声明 特区政府的声明说 特区政府的声明说 这次活动是获得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 颁售M品牌认可 以及1500万元配对撥款 和100万元场地的补助金资助 美斯未能上阵今天的表演赛 政府和一众球迷同样对主办单位的安排 感到极度失望 主办单位欠球迷一个解释 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 会根据协议条款和主办单位跟进 包括可能因应美斯未能出场 而扣减赞助款项 简单来说一句 就是割席和回水 这是特区政府今晚出的声明 这个关于球队讲美斯的伤 和政府的声明 这些后续发展 就和大家说过 接着可以说一下我自己 怎样看这宗新闻的事情 其实有几个疑问 有一些方面是要澄清的 首先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 究竟合约怎么写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做比较 就是美斯他们来香港打这场表演赛之前 其实是刚刚在沙特阿拉伯 就打完另一个表演赛 另一个友谊赛的 因为他也是巡回世界地去 这个赛前热身 在沙特那里 其实美斯也是出场了七分钟 据传媒的报导 其实为什么出七分钟 因为美斯也是有伤的 但是又合约所限 所以不得不有伤都出场了 最后出七分钟 等到球迷见到他 见到球王也开心一下 在沙特那里有这样的安排 为什么香港那里 现在可以完全不出场呢 究竟香港和国际米亚密的约是怎么签的呢 这里有一个值得留意的情况 好像有些波折 因为最先 其实今天 长波打完 大家说过合约 最先有份报纸写 就是经济日报 就说 根据经济日报的消息 就说 香港和国际米亚密那里签 没有说明要美斯下场 只是说要大牌球员下场就可以了 没有说明美斯 经济日报就有一个这样的说法 但是 其他有很多不同的报纸 然后就陆续有不同的 有另一个说法 就说不是这样的 这个包括01 星岛 港台 甚至大公报 我看到网上起码有这几份报纸 可能更多 就有另一种的说法 就说不是 香港和国际米亚密的签约 是说明要美斯出场的 除非有健康或者伤患问题 这个就是后来有很多不同的传媒 引述也是这样说的 如果你这样看 我相信这个版本是更准确的 因为这么多不同的说法的时候 我引述一个 就引述港台那个 按道理最官方 他就说据了解 主办方与特区政府签订的合约中 有列明美斯需要下场 长约45分钟 除非他受伤患等健康问题影响 那合约亦都列明 在这个情况之下 美斯仍要跟随球队一起出席所有的活动 如果心水清的 可能听这里的时候 也看到少许分别 港台这个说法就是 主办方与特区政府签的合约 另外 主办方与国际米亚密签的是怎样呢 即是唯有两份合约 那两份合约 究竟各自是怎样签呢 重点就是 大家都有没有确定 美斯要下场 还说要下场45分钟 即不止去7分钟那里了 所以现在这里 其实都是 一路都是消息消息的 究竟 真正的合约是怎样呢 还有跟着也有一些报道 在说 签合约是规定美斯出场的 但是他的说法 还加了一句 就是说 求会尽最大努力去令美斯出场 那又很不同了 就这样说 合约要求美斯出场 除非健康或者伤患 和求会尽最大努力令美斯出场 除非健康或伤患 这个已经很大分别 所以 必须要知道 合约究竟是怎样写 而这里暂时是未有的 我觉得这方面 后续发展应该 要继续跟进 究竟合约是怎样写 最好政府 既然第一时间出稿 还说要回水 更应该做的是 公开合约 给大家知道 了解到情况 这是第一个要澄清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 当然就是 究竟现在说 美斯因为伤患不出场 伤患是多伤患呢 其实这个问题 引伸下去 就是求会的处理 正如我刚才说 他刚刚在沙特里 他在沙特也是出场 七分钟而已 其实这些表演赛 这些友谊赛 我相信大家都不预期 美斯会打足全场 但是只是去几分钟 甚至就是 你出来一个圈 你现身一下 你落下场 其实球迷已经很开心 但是到这里 是一点都没有的 那 就是球会的安排 会不会是 有点而 说不过去 甚至在这里的时候 其实 今天 今晚的消息 每天飞的时候 其中传媒也有引述 就说 特区政府一直都很努力 跟进情况 去到昨天 去到 昨天 这个 练习赛的时候 其实还一直在问 究竟美斯是否出场 而球会方面还说 是可以的 可以的 所以一直都是 转握着情况 甚至 去到今天早上 国际迈阿密都表示 美斯会上场 谁知道表演赛开始的时候 才突然表示 美斯无法上场 而 这个报导 这是01的报导 他还说 据了解 政府方面 都意料到事态严重 曾经要求美斯 出面 向球迷说几句话 或者在颁奖礼上 走到前面 向球迷 打声招呼 或者交代一下 但结果 全部要求 不获接受 整个处理 就是 你说他伤患 不出场 因为伤患 美斯不能出场 这个绝对 是可以 理解的 因为 无论如何 这个真是表演赛 你说是友谊赛 始终 他未来 稍后 很快就要开季了 这个才是 他要全力以赴的 所以 不怕一万 最怕万一 他不可以 因为有伤患 这些原因 他不出场 是可以理解 但是 你的处理 是否可以处理得好些 这里 无论他 其实你出来一分钟 为什么伤患 这也不行 这是移民 而另一个 我觉得就是 球会更加的问题 什么问题 我用另一个例子 跟大家做个比较 大家知道 其实两个星期之前 斯朗同样去了深圳 准备 又是有这些 友谊赛表演赛 但是比赛前一晚 就因为斯朗的健康问题 出不了赛 宣布他原本在内地要打两场的赛事 宣布要延期 并且安排退票 当日出来 其实这个也很问 因为是比赛之前的那一天 24日比赛 他23日开记者会 宣布 斯朗身体原因无法上场 比赛要延期举行 会尽快安排退票 向港大的球迷致歉 并且说会按实际产生的 机票酒店费用赔偿 斯朗自己都亲自现身在记者会上 说今天是很难过的一天 要对中国球迷说对不起 形容中国就好像第二个家乡一样 对足球世界有一些东西 无法控制 诸如此类 如果你做一个对比 就是 为什么 如果你觉得美斯连 是一分钟半分钟 即是双道 一分钟半分钟都出不了 你是不是应该早点说 甚至你应该提供的机会就是 给球迷去选择 我可以退票 其实我觉得未必 你这样去做了 究竟有多少人会退票 因为专程尼套 可能都不介意 本来没有人会这样买票去看国际卖 但是重点都是 他退不退都是另一回事 是你应该安排这个机会 给他可以选择去退 因为你没有了主角 而大家知道 那个真是主角中的主角 如果没有他 整件事根本就不会 引起这样的控洞 但是你 其实你应该早说 昨天说更好 如果不是的时候 你去到今早说 比赛前来说 我觉得应该是有多快 你现在是打完才说 是不是太说不过去 你真的不是告诉我 你比赛之前 你刚才出来说 医疗团队觉得他不应该负伤上阵 那这个不会是打打下的时候的决定 对吗 开赛之前你已经知道 你这样也不说 那这里是绝对绝对 是说不过去 那至于第三个 其实值得要留意 一个问题就是 稍后 其实这队 国际卖亚物 世界巡回 去完沙特来香港 跟着再去日本 大家又真的会很留意 究竟美斯在日本里 会不会上场 因为日本里有他一个前队友 印尼斯特 印尼斯特最近 他在日本拆了一段时间 甚至在夏天的时候 今年夏天 去年夏天 即半年前 曾经有消息说 他可能会签国际卖亚物 也有一些消息传过 那究竟美斯 最后会不会上场 去踢日本 这个 几分钟 或者怎么样 其实这个 亦都是 大家密切留意着 如果他在日本 都不上场 那 虽然在香港 都很大不满 但是 起码 都好像连气 但是如果 你说他在日本 现身 他是上场 我相信 在香港 这个 风波 可能 就会更加 更加热烈 所以我觉得 至少有这三点 我也是有待 澄清 有待留意 特区政府 特区政府 这次 反应很迅速 迅速去割席 但问题是 你走到这一步之前 你一去就去到这一步 就叫他回水 所以说 好像是 好像跟港大球迷同一位置 我明白 他为什么要割席 因为 事实上 球迷确实是很愤怒的 他也意识到 路火可以很严重 但是问题 你去叫他回水之前 其实你是做漏了一些事情 你需要在过程中 你有些事情 你要清楚交代 就是刚刚说到 就是究竟 合约是怎么签的 包括政府和主办方 主办方和 这个国际卖眼物那边 是怎么签的 其实你应该是更加 详细去交代这些细节 一一导出这个细节 等大家清楚的情况 然后你才说 如果你说是割席 那才是一个合理的割席 不是一下子就跳到他回水 因为中间很多事情 其实现在 喂消息 我不可以当真 理论上 而政府最掌握的情况 那就应该 出来向公众解释清楚的情况 这样才是合情合理 大家也可以判断到 跟着你的一些后续行动 究竟是否公道 是否应该 我觉得这里 政府并没有这样做到 今天又有消息 今晚又有消息 本来安排了 美斯和其他队友 明天去启德体育城 参观 现在就说取消了 这些都是消息 真假 我们无从知道 但是政府 如果掌握最多的情况 它是否应该 就是一一去清楚 告诉大家 就不是用消息消息 这些方式 那 这里 始终你说 李政府说 我资助他 现在你叫他回水 但是球迷怎么样 四千八一张票 有些还 国外地球迷 内地球迷 订阅 飞机 酒店 那些又怎么计 你可以回到水 但是球迷又怎样 所以你看整件事 不政治 当然回水那些 是公帑 所以 要审讯 这是真的 但是其他球迷 你都应该要 如果你说 和他们一起 那么愤怒的时候 其实你也有个角色 因为你 就是 你也是一个 其实某程度 都是一个主办方 就是政府和一个主办当局 跟着主办当局 再和这个 美国那边 就是这个 国际卖物的球队 但是 特区政府也是一个主人家 所以 都是有责任 去 就是 令到 去令到 对球迷有一个 交代 那 我觉得这些 都是需要 去 进一步去澄清 那 那 现在 这件事 我觉得 绝对未完 后续 就继续有发展 就是 其实 即使 即使 本来 我觉得这件事 是可以 是好一点 甚至 他一伤患 他只是去几分钟 如果能够做到 那便最好 但如果不是的时候 其实美斯 如果能够亲自出来 说一下 都是 球迷可能会强一点 但是 现在的处理 就可以说是 最差中的最差 那 今次有一个例子 就是明明一件好事 又 变成一件 坏事 那 好了 今晚 先说到这里 看看一件事 后续的发展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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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